好 搭上这一架死亡班机的 也包含15名的机组员 其中一名空哨 他是到最后一刻才临时和同事换班 不幸罹难 而他的妻子同样也是马航的空服员 今年3月的时候同样是临时调班 不过幸运的是没有搭上了 失联的MH370班机躲过一携 夫妻两人命运无常 令人感叹 空哨删起新的护照 在事故地点被发现 妈妈难以置信 他临时调班搭上死亡客机 同样是马航空服人员的太太 三月却因调班 没有搭上失踪的MH370逃过一劫 命运劫难让人难以预料 冰城慈义志工关怀习客族空哨家属 晨起寻法乡 以祝福了心念 追到灵难者 也将陪伴家属走过上通 大爱新闻真身美志工黄亦亚 陈厂明 马来西亚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